要说春节当中国电影最出人意料的黑马 非您好李幻英莫属 截止到我们写稿时 票房已破40亿大关 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第五名 而剧中饰演李幻英的张小斐 实实在在地红了一回 今天我在机场 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 有两个拍照的 我跟小斐以前以后走 他们就在我旁边拍小斐 一直在我拍小斐 我当时想我过期了 虽说出道多年 也早已在春晚混得眼熟 可在大家心里 张小斐这个名字 只是贾玲小品里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一向演喜剧小品的张小斐 这次却凭借真诚细腻的演技 征服了观众 李幻英 拍什么的 我的女儿 我就让她见一张快 没有刻意煽情的表演 没有用力过度的嘶喊 每个恰到好处的眼神和笑容 都让人感到熟悉 不自觉联想起自己妈妈 年轻时的模样 妈味十足的温柔目光 令网友们都忍不住叫一声妈 凡是张小斐所到之处 也是听起妈生一片 来我们的小斐给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我是张小斐 妈 你们是说的好啊 还是喊的妈呀 妈 妈 我特别想知道一声小斐姐 一声妈 你怎么说 我妈不在场 小斐姐觉得 做一种狱鸡 愿意狱鸡就在这 拿出来 来抱抱你妈 抱抱你 抱抱你 而戏外的张小斐 也同样给人以春风拂面的舒适感 凭借温柔与高情商 成功缺了一大部分 魅力太强大了 我觉得 对对对 是因为这个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 整个电影大家很喜欢 然后才会给我这个 殊荣 谢谢大家 当所有人都在贾玲的体重和身材上场话题 调侃取乐时 她却温柔而果断地维护好姐妹 背贾玲老师那场戏 背时候内心真正的OS吃 内心真正的OS吃 哎呀 我还以为多沉呢 你这么轻 你进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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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命啊 你怎么回 我们俩都很好 在直播中 主持人问他 被这么多网友叫妈 是什么感受 35岁的张小斐 略行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完美接住了这个问题 这种感受真的是 很复杂很复杂 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 我养不起 还有网友说 一看见你就想哭 然后这个怎么办呀 就完了这一下子 把我的喜记之后 好像就给断掉了 以后我演喜记出来 大家想不可能翻 本期星光复读机 我们来介绍这位被称为 喜剧演员 颜值天花板的 新进电影高票房 女演员张小斐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1986年张小斐 在辽宁安山出生 从小学习舞蹈 11岁离家前往北京 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舞蹈系学习舞蹈 15岁进入中国武警文工团 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但是在2005年 19岁的张小斐 决定转行学表演 她顺利地考入了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和杨幂 袁珊珊是同班同学 进入北电之后 拍电影 演电视剧 作为一个实力派的女演员 成为了张小斐的梦想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20岁的张小斐 就获得了出演电影 《烽火岁月》 女主角的机会 可惜的是 这部电影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而她的好友杨幂 则在同一年 凭借《神雕侠侣》中的 《郭湘一角》 广为人知 毕业多年之后 张小斐还是这个圈子里 不被看见的无名之辈 为了在北京生存下去 她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剧组 用尽全力争取每一个小角色 2012年 为了过上稍微稳定些的日子 张小斐选择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 在这里 她遇到了命中的两个贵人 一个是老师冯拱 另一个便是闺蜜贾玲 此时的贾玲已上过春晚 在喜剧界小有名气 她邀请张小斐一起出演小品 张小斐看到贾玲在舞台上演戏 既新养又犹豫 新养是因为每个演员 都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 犹豫是担心 一旦被贴上喜剧演员的标签 想撕下来就难了 但最终想演戏的心思 还是战胜了犹豫 她抓住了这次机会 这一事彻底激发了 张小斐的喜剧天分 那年熟悉 她和贾玲共同出演的小品 《女人恩此房》 亮相北京春晚 广述好评 张小斐成功迈入了喜剧界 三年后张小斐扮演冯公的女儿 出演小品小名袄 站上了央视的舞台 随后张小斐的喜剧事业水涨船高 先后参加了欢乐喜剧人等多个综艺 并成为了贾玲旗下的大碗娱乐 第一个监约的女艺人 那时候属于 基本上属于主业是主持人 然后副业是过来帮着助演一下 助演助演的时候 就觉得她演得很好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后来我开公司的时候 她就基本上快红了 我想赶紧签下来 先签下来 而且在我心里 她也不是签约的演员 我们当时最初开大碗娱乐的那些人 在我心里都是合作伙伴 张小斐终于告别了毕业后 飘摇不定 兵荒马乱的日子 在喜剧界闯出了一番天地 但放到整个娱乐圈热闹的大环境里 除了在除夕夜晚会上被观众看到 平时的张小斐 依然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演员 2012年 张小斐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 被飞来的榴弹炸伤了一只眼睛 剧组不仅没有道歉安慰 两名工作人员还一直对张小斐骂骂咧咧 抱怨她拖慢进度 不够敬业 闺蜜贾玲实在看不下去 专门发微博替她抱不平 质问小演员的命就是贱吗 三年前张小斐和昔日同窗袁珊珊 一起录制综艺节目青春同学会 在节目中 袁珊珊在张小斐去洗澡时 和其他两个男生说起张小斐睡觉打呼 在异性面前随意谈论女性同伴的隐私 节目播出后 张小斐发佛澄清 却遭到了袁珊珊的再次调侃 直到三年后的今天 张小斐知名度大了 这件承平往事被翻出来 舆论开始批评袁珊珊 她才向张小斐道歉 称是同学间的玩笑 没有承明之前 张小斐经历的委屈还不止这些 2018年她参加我就是演员 结果却遇到了当时 因甄嬛传风头正盛的锦西姑姑孙茜 两人要共同合作完成一个作品 既是搭档也是对手 在排练时 孙茜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创作习惯 一定要先捋清楚剧本再对系 并开始不断地删改剧本 只顾着自己捋情节 一再拒绝张小斐对此的请求 最终导致排练时间仅有两小时 张小斐又急又气 也免落泪 更讽刺的是 在表演完之后 张小斐被淘汰 当时的导致吴秀波 给出的淘汰理由竟然是 不能让你的喜剧天赋埋没了 回去好接着演喜剧 黄渤曾说 人红了之后 身边就全是好人了 这句话幽默地映射出了 娱乐圈迎高踩低的人情冷暖 曾经四处适喜的张小斐 被制片人指着脸 问你有没有觉得 你的脸有点问题 这件事一度让他很受挫 失去自信 怀疑自己 但渐渐地 张小斐意识到 他人的目光和话语 并没有那么重要 坚持做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在拍摄《你好李幻英》时 有一场落水戏 当张小斐上岸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 他的小腿 不慎被河里的铁片 划了一个口子 鲜血如注 但张小斐的面部表情 丝毫未受影响 直到导演喊停 在冲领伤口时 他才疼得忍不住哭了 有一个上楼梯 他上去那一下 好像是把小腿这儿给勾 老大一个口子了 流了好多好多血 像这样吗 能拍吗 能拍 真能拍 从小学武的张小斐 早就练就了 《百炼成高》的意志 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 抖落一身符慧 35岁的张小斐 终于成为了 几十亿票房影片的大女主 2021开年 最受瞩目的女演员 喂 喂 大家好 由于我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所以这首小幸运 直录一段送给大家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呼唤我姓名